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是回调至0.6750 那么今天澳联储有可能继续降息 导致澳币在政策上承压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经常关注的就是利率决议之后 那么降息或者是不降息 对于股市债市以及汇率市场的一些影响 目前呢 全球市场17万亿美元的债务都是负收益率 所以呢 整个债券市场的环境并不是乐观的 那么长期看的话 这样不健康的一个金融市场 包括各国已经是处在负利率的一个周期里面 那么因此呢 长期我们的资本缩水的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呢 资产价格速度上涨的 也是比较快 那么两者同时有风险和资本利得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权衡一下自己手里的资产组合 那么美国方面的话 在过去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里面 那么就是处于叫做股票回购 通常意义上来讲的话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不是很景气的时候 那么央行继续往市面上投放流动性 也就是说大量的注入资金 这个时候呢 企业的融资成本 或者是接贷成本就会比较低 比方说之前呢 大家融资是在银行贷款利率是百分十几 那么目前可能降到六点几七点几 因此呢 大量的企业呢 会囤有不错的一个现金 尤其是矿业大的矿业股 像澳洲的一些BP 还有一些石油股票 WPL这些 包括美国的公司 那么拥有了大量现金之后呢 那么公司就会有四个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留着 当然了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利率环境里面 大家把大量的现金储存起来 或者是放在银行 做一些理财 收益率整体是偏低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投资新的项目 只要我们根据金融里面 有一个叫IR内部投资回报率 大于它的融资利率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项目就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目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下滑 预期下滑或者消费不景气的背景下呢 投资新项目的风险比较高 那么大家尽量避开 目前企业也都是在避开这个重资产投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发股息和红利 就与其是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 还不如把资金的现金都分给股东们 因此呢 目前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今年的股息分红 可能会比往年要稍微多一点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最后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 叫做股票回购 包括小米公司 在内的大量的一些优质的 现金比较充沛的公司呢 都在纷纷进行回购 美国股票呢 在过去的七年里面 回购金额呢 大概每年是在6000亿美金左右 但是呢 从17年底 特朗普税改之后呢 一直到18年啊 大概回购了是8000多亿美金 创历史记录 那么在今年一季度 2019年一季度的时候呢 美国股市回购数量 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因此呢 回购也是给美国股市上涨 带来的最强劲的动力之一 那么在未来的话 我们继续关注的 就是拥有大量的现金 比较稳定的一些消费类行业的企业 包括美国股票中的耐克公司 还有麦当劳公司 或者是我们经常去的星巴克 那么这一类公司呢 在未来的表现 依旧会是比较优异的 但是呢 科技股票最近呢 波动就会比较剧烈 并且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比方说澳洲的APX 还有Iris这一类呢 最近虽然没有出现任何的 负面的公司基本面情况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公告 但是呢 股价已经是从高位下跌了30%多 那么APX呢 股价最高的时候呢 是冲到了30 到现在呢 已经是回落至21块钱附近 今天呢 轻微上涨1% 但是Afterpay呢 作为一家金融科技类公司 股价呢 依旧是创出了连续的新高 此前呢 大股东在20多块钱 24到26之间呢 卖出了接近1亿澳币的股票 此后呢 Afterpay的股价就是先跌 而后又创出历史新高 因此呢 有一点像Blackmore当时的一个情况 我们在今年6月份 包括8月份也多次提到了 即使大股东卖出股票 但是呢 Afterpay的股价表现 有可能复制Blackmore之前的状况 就是大股东 连续几次在不同价位 卖出股票之后 股价反而一路创出新高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呢 在未来股票市场 出现分化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选择 第一 有盈利能力的 第二 现金流比较稳定 第三 市场是在扩张的 第四呢 受到目前低利率时代的一个利好 那么美国市场呢 前段时间 我们也让大家去关注特斯拉 做空特斯拉的股票 那么这样的推荐是基于目前 未来汽车在美国上市之后的表现 不禁入夜 目前 未来汽车每年亏损达到100亿 基本上成为史上最烧钱的公司了 最败家的富二代公司 那么特斯拉呢 股价昨天表现也是不容乐观 未来汽车再次昨晚暴跌10% 特斯拉也是一直在自救 怎么自救呢 它是开发了一个叫V10的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呢能够使大家在停车的时候 不需要人去啊 车自动就是来找车主 比方说我们逛完商场 然后手机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当刚刚进入这家停车场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的这个特斯拉汽车就会跟上来 但是呢这样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它的时速呢限制的是5公里 很多人呢就抱怨 还不如我们自己走过去呢 所以这一些技术的开发呢 当然前提是好的 想法也是好的 只不过最后在商业化的应用呢 到底是能够给我们购车主带来多大的一个额外附加值 目前还是不容乐观 包括特斯拉的股价呢 目前也是一路下挫 从年初的时候是300多 跌到现在200多 那么长期看的话 电动汽车的上方的这个股价上涨的成压 还是比较严重的 除此之外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另外一批中概股 那么现在中美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友好 并且呢在国庆之后呢双方虽然说是要重启谈判 我们也关注到了谈判之中会有很多坎坷的问题 包括之前美国方面发布的消息 有可能让中概股离开美国股销市场 或者是资本市场 那么拼多多和阿里巴巴这一类的公司呢 我们就要关注一下 在未来呢 他们如果是离开美国市场 无非就是自己收购 回购 以及呢退市 但是呢目前从公司基本面来讲的话 阿里巴巴 已经是从传统电商转为云端计算的公司 它目前的主要的业务收入来源 已经是偏移到了 像亚马逊 类似的谷歌 类似的这种业务模式 但是呢拼多多 我们看到的 它是一家营销为主的公司 那么它在过去四年创办以来的时间里面 上市不到一年半 就连续三次融资 因此呢也看出来了 目前在整个商业环境里面 虽然互联网依旧是大家争夺 或者讨论的一个热题 但是呢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成本 持续在上升 拼多多连续三次融资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最近呢在9月24号又再次融资10亿美金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股价暴跌8% 因此呢在GoMet 作为一些美国股票的投资的优势 就是我们能够做涨 那么在公司预期不景气 或者运营成本上升 我们能够提前布局 去适当的做空 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 就是一个比较健全和完整的市场 没有一个市场是一直持续上涨 或者是持续下跌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呢 在价值投资的范围里面 找到一家公司合适它的股价 那么超过或者是低过这个股价 就属于我们能够去考虑的 获利空间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要关注今天呢 中午或者是下午 包括澳联储的利益决议 以及澳洲央行的讲话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的视频 或者是想要参加我们悉尼墨尔本 包括墨尔本在10月13号的线下讲座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后面的报名链接 下方的报名链接 获得相应的信息 并且提供资料 如果想要咨询更多的信息 欢迎大家来墨尔本总部 22楼600号 BossJ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